太暴擊煙花,他的費用太大了 黃毛一個兵人就直接傳過6走了 根本不怕 下足 這邊是肌肉系男子 正掉 準備了他打不到就可以正 盾牌 準備 滾一下 加固度準備 謝謝煙花,隊員不好解 這套賺得好快一直進攻隊,我就喜歡玩這種一直進攻的卡 小皮卡直接沉 右邊下 他這麼不好解 還是有卡擊炮 先下一下 把他右邊拉 不能再拉 完了沒拉走啊沒拉走啊,這一波有點虧 不過他是沒有小法術的,還敢丟雪球 你是吃了豹子膽啊 滾一下 我去 我去 這對排的手好長啦 小骷髏晚一點下晚一點下 剛剛我們沒有處理好啊 啊還被勾劍手 不擋一下嗎 這個肌肉系男男子啊 gitu 你 閃工 來不來 提前預判 і 掉线了几楼线 看了没 这又是玩这套卡组的强度 有概率还能遇到掉线的对手 这套卡有一定的幸运值 这是其他卡组不具备的条件 这套卡有概率遇到掉线的对手 这套卡一定得传情的压制对手 对面是阿姆VP 好 虎王 可能是家居哦 我们烟花先把左边给打掉 水能卡 打一下 挡住 没有掉什么血量 他法术有点多 所以我们的烟花这一把是不好保下来的 小皮卡一刀能不能砍死进化黄毛 小皮卡一刀可以砍死不 滚一下 别动 准备下个猪啊 直接穿他啊 好 往左边拉 这样兵人也是能稍微活一活点 不能砍死啊 那这个小皮卡 砍黄毛的效果还是没有大皮卡好啊 下猪 他有虚控法术加剑语 加狂暴嘛 我们就得多一下烟花 但这个烟花不是说去过牌 序而是说跟他换费 这边法术不够多啊 海龙下屯了就得打输出 所以这边法术不够多啊 哎 每一波都在亏 我们烟花一波一波又一波 他又想丢法术又要下黄毛 黄毛下不出来 只能撞到一个二选一 黄毛下不出来只能被我们敲爆 他没有虚控法术啊 他有第八截我会点一下屏幕 把这个给点掉 点到之后看一下我们第五截牌 第五截牌是小皮卡 然后就看一下我们是有进化烟花的 我们可以先牵地烟花 当然牵地烟花怕对面是天狗 对面下屠的话小皮卡直接给他砍掉 要有一个异想啊 对面下张一个虚控法术 我们下张一个滚木 我们下了三费五费 他下了三费 所以他得先下牌 他不下的话我们跳个猪 地震点好 他下街主的话震掉 我下黄毛的话不用震了 这波可以被人拉扯 但是我们优先下小骷髅 因为被人拉扯拉不干净 毕竟他的毛非常的多 死掉了在坑上 这边下小皮卡来砍一下了 一斗子再去兵一下他 他肯定要下通菌来防 我们烟花清掉左边 他居然是这种啊 没有看懂啊 肯定有飓风带着冰法的话 我们再下猪 下猪的时候他有飓风的话 我们变个小骷髅 他吸飓风的话小骷髅还能打满输出 这波他下个石头人虚控法术 第二下没有打到 第三下没有打到 敲爆他先下烟花 这样的话他解掉我们第一个烟花 我们第二个烟花还能过出来 他就解不掉了 看他怎么解啊 这波我们可以直接下小皮卡 因为他不可能有大电的 但他有可能有电龙 敲电龙的话兵一下他的石头人 打了一下这个位置 砍掉他 砍掉小骷髅能活下来 没有活下来 下烟花吧 这波没有挡住 也是我们的一个失误 大概是没有飓风的 我们就下个猪 这一波他只能下冰法 只能下一个机会 不忘他的位置 下黄毛的话又要一直被蹭 有火枪手 不知道他的卡了 两个后排加上黄毛加石头人 光靠石头人打一个克制关系 就是独我的牌守不了石头人 他的话也是一个全力防守的一个状态 这一波是进化的黄毛 他下石头人的话我们可以 冰人 小皮卡 加猪加小骷髅 跟小骷髅去进攻 我们选择下烟花 没有足够的费用 我们是不会去下这个猪的 除非对面下石头人 那就没办法 那是必下的 来 跟小皮卡冰头子冰一下他的小皮卡 一花再打掉 小骷髅再跟进 右边下属一个烟花开始蹭他 漂亮 右边下属一个冰人 他有火枪手 箭雨来我们小皮卡 直接下这里 不用急 再有虚弓法术的话冰头子他能挡一下 不下的话就拉倒 再滾一下 再看 打一下 结果有小黄人 小黄人我们下个B能 不要直接下足 他不下小黄人的时候他要异费 他得先下牌 可以啊 下出来我们再 再下足 再震一下 带着对手 对面叫什么卡 石头人对面叫 比如说我们这一把开局就点掉 对面可能是水人嘛 对吧 我们第五次他是烟花 如果他下天狗的话 我们直接下足夹烟花来防他 如果他下气球的话 我们下足夹烟花来防他 对吧 小黄人你好烟花 哎 这条 挡一下 这不是一个滚木 或者说对面转机过来了 那时候是有小骷髏有冰斗子 下张是滚木 那么稍微过一过就可以了 哇 这不可怜很多钱 他肯定是卫队友 这把可别熟 好 听你指挥 超级 这把超级有什么防呢 我们可以 小骷髏下下过个冰斗子 来进化光塔 对吧 这是一种方案 但这个方案没行通啊 因为小骷髏 滴斗子在第五章 有点难搞 气死我啦 气死我啦 他这波没有蝙蝠啦 但他有转机有炸弹兵 我们小骷髏先沉底 过着我们的小皮卡 没有选择拉扯 而是在这 对吧 我们这过牌就非常有用了 滚木再滚一下 烟花下起来 小骷髏下这 冰斗子再拉扯一下 滚木 是吧 我们这个小皮卡 小骷髏过牌 过着小皮卡来扛 那就非常有用了 这本有超级 烟花穿透 有一下的 这阵先解一下 让往后面拉 滚木留着 不用留了 前面下这个 后面下猪 他会预判剑鱼 哎哟哟 过去没拉到他 挺危险的 不过破掉我们也是赢的 不怕他 开局赶紧点掉这个平红 看看我们下针小皮卡 对吧 他下猪的话 我们滚木 在这里滚 过着个小皮卡 不下的话 我们小回路过牌 别人准备 滚木准备 不下 我们前面给烟花 因为前面冰冷的话 冰冷很容易送掉 他下炮车 我们右边下足 因为炮车5费 他左边要想 组织进攻的话 还得交很多 拼斗子 左边三下 给人打掉 哇 这里我们 左边不够滚木 对吧 有小骷髏的 我们滚木叫小骷髏姐 再低退一下他 这冰冷下右边 因为左边有炮车 我们会往左边走 再往右边走 但是好像 应该下左边更好 这一波他是不好解的 再下猪拉车 有杂毛吗 有没有杂毛 他可能是木源 又是两锤 有雪球的话 一锤打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先烟花 趁他呀 让他打一炮 我们的烟花 再挡 再来一炮 两炮 已经打不到我们的血量了 成立个小皮卡的话 他直接给我们成立炮车 跟我们对排 我们对不过 我们先过滚木 再下冰冷 冰冷家族 冰冷家族 冰冷家小皮卡 左边下族 他压力很大 他又被你下炮车 他没有雪球了 他也没有拉到 漂亮 漂亮 叽花的烟花 这一炮打在胳膊里 那个身上 哦 没有打到啊 冰冷戏啊 没有打到小皮卡身上 不然这个人绑一绑的 准备好 别人挡一下 准备好小骷髅 他没有雪球 他如果蹦的话 他下不出木源的 他费用不够 因为他雪球也丢掉了 所以他蹦的话 我的小骷髅直接把他给解掉 他也没有雪球了 我们一回小骷髅加猪 他只能撒毒药 他要下炮车 或者是下进化瓦子里 他进化瓦子里 不在手上 我们直接下 下了之后 他下牌子炮在进化瓦子里 牌子炮直接被我们 地震给震掉 下盾牌 没有毒药了 这波解不了烟花 他只有一个雪球 我们下个烟花来对他 下这个我们冰冷拉扯 左边小骷髅 加上小皮卡来砍他 再来个地震 下个侧边 我上个滚木 不要撒这里了 可以的 又是没有撤到我们的塔 不过刚刚被锁塔了 这个小骷髅 他准备下炮车 我们右边下猪 比他下牌 下盾牌吧 这盾牌又是有一下 下这个的话 直接逼近过牌 我们赚的费用是要打出去的 不可能说一直保持一个赚费的状态 没有必要 成体 下这 他的手势足够长的 我们在这里挡一下 来 再下这 一刀砍掉 加一炮 够的 再打 右边先别减速塔 哎呀 这没这个塔 这不失败 还有炮车 我们下边 你在这挡一下 准备跟上小皮卡 他没有盾牌的 他不好防 右边接下猪 他肯定要丢血球嘛 血球丢哪呢 血球丢哪 冰起来 小骷髅往前走 你要往前倒 猪还能打到 两炮 加些烟花 下一个他不好解的位置 这个把他打外面了 最好是因为他这波是要蹦我们了 打外面 家里的话先下冰人 加冰豆子 滚木 滚一下 地银震一下 他排阻炮失误了 不要担心啊 不要担心 不失误我们也能守住他 他排阻炮失误了 他急了 他被我们打得急了 不用急的去下猪啊 他肯定 赚飞肯定要先下牌了 我们先先烟花 这个时候下猪 他蹦不出来 他非常难受 我们先下小皮卡 蹦出来了 但是交不出法术 滚一下 再冰一下 不够 冰人再挡 右边再下猪 拉扯 他下毒药 完了他 他完了 再下个排阻炮 又是能打到 因为左边有冰灵扛着伤害 他没有毒药了 我们直接下烟花 用不下别的兜子去蹭他 左边不是个小骷髅 我有鬼木 再下猪 这一波有点难受 我还好 还好我没有地震 这完 之后再补一个鬼木 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也不是很好打进去的 这一波他非常难守 他有雪球的 主要是他有雪球 雪球能很好的守得我们的猪 不过鬼木 小骷髅 前面打外面 烟花下这里 再一个地震 长得大 前面补个冰灯 因为后面有烟花 再不是个鬼木 火牙又开波 这一把对面可能是联弩 打联弩地震猪 说好打好打 不说不好打不好 但是我们这套打联弩 是天天好打的 除非他是火箭 正常的弩是很好打的 火球弩是很好打的 漂亮啊 漂亮啊 对面这波守得很好 看來沒啊 手的很好 根本打不到塔 我們只打了一個地震加滾木的傷害 冰豆子去陣塔 肯定要吃滾木的 所以不要下了 他剛剛滾木用過了嗎 好像沒用 沒有沒有沒有 他很早都有時候用的 這個時候下冰豆子肯定要吃滾木的 我們選擇了前底一個 冰豆子在左邊 要挖下這 下足下這啊 他可能要下牌的擋了 這裡滾一下 小波羅拉扯 地震先過 冰淇淋再拉 再來一炮 敢下弩 打我地震珠 還敢下弩 一炮 打死你 主播去過雅加達嗎 去過 鬼魔再撐血 因為我們知道豬是很難打進去的 這一波是劍化的電塔 還是可以給他換一費 哇 這一波很難受啊 冰豆子下這邊 再下這 震一下 鬼魔先把這個給解掉啊 因為他遠距傷害很高 擋一下 冰豆子再擋住他 因為我們冰淋解他的BUS比較划算的一張肉盾了 能打一炮嗎 可以打到 非常舒服 最後電塔他也是用掉了 像這裡打人下 他可能下弓箭手射我們吧 下桌 補鬼魔 震一下 有機會震的話一定要就震啊 因為後期跟他拼法術我們是不佔優勢的 所以前期我們盡量拿到一點點的優勢 今天這個髮型是誰幫我做的 這個沒有髮型啊 我就是隨便抓了一爪 隨便抓了一爪 沒有髮型 他肯定不擋啊 因為他知道我們有地震啊 巧克力再擋一下 我身高滾不夠了 煙花再往這裡下 冰豆子下他臉上他是沒有雙倍傷害的 再擋一下 下桌 這個桌沒有保住煙花 他這個電塔也是挺奇怪 有好的位置不下 非得下我臉上 對面是沒有放棄啊 沒有放棄 我們下個易路人拉扯 地震直接陣著沒有去陣上塔啦 又沒有必要 我們再滾一下 差還是夠的啊 因為我們解魯的話是要 一個漏盾 地震加滾木才夠 不然是不太夠 但剛剛還是被他鎖了幾下塔 這小子挺頑強啊 你就剩350啦 還在這掙扎呢 好久好久在這啊 沒有垃圾時間啊 最後6秒鐘也是 超風時間 這個呢 Nint啊 這個 那個是坐騎啊 我們先滾一下 之前遇到他 我有印象 他是一個死後人在戰略冰冰王子的死後人 冰鬥主再去蹭 跟上一個 這個 黑王子來了 我們下煙花 煙花小狗狗你打一下 然後再一直往後退 哇 這個吸的好呀 我的煙花也沒有打到他 但他把颶風給用掉了 這把豬可不好防 滾一下先 哼哼哼哼哼哼哼 滾一下 但傷害不夠 大耳機要看多久 如果每天都來的話 啊 估計大半年吧 很快的啊 大半年 看我半年能到二十幾波 參與一下抽獎吧 好可惜 你 ree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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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惜 好 好 欸你幹嘛 嘿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這絕對被他翻盤了我恰 那國王塔只剩700截啊那不豬不敢管 遇到一個叫 IKUN的 IKUN是什麼意思啊 有人知道這個是什麼意思嗎 翻一翻一下 這輸好氣人啊這有啥氣人的啊 輸一把很容易很好接受的這有啥氣人的啊 不要 這麼矯情輸了就輸了這把輸的真爽 還氣人呢氣什麼人啊 完全不氣啊 好啊 敢下牌嗎有種你就下一張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我又來啦 啊左邊又來啦 哈哈哈哈 哈哈 這位IKUN的同志啊 雖然我們都是同道中人啊但是 你剛剛笑我就對不住了 正一下哎呀 沒分路還沒分成功啊 被破兩個塔盤 直接砍 直接砍 YES 又是傳奇又是英雄卡 我覺得這個箱子裡面應該給他多加一本書啊 多加一本書 或者是給他加100鑽石在裡面對吧 老開英雄卡跟傳奇卡 這個開膩了都 就開那麼 那麼多年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